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活摘器官的研討會 2010年 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 國際人權律師大衛‧麥塔斯呼籲 港臺攜手反活摘惡行 民主派議員考慮在立法會提出有關 制止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議案 霍邀來港的國際人權律師大衛‧麥塔斯強調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全球性的問題 鼓勵港臺2D攜手反對惡行 他指出 大陸死刑數字下降 但移植器官數字卻不變 鼓勵港臺2D攜手反對惡行 鼓勵港臺2D攜手反對惡行 鼓勵港臺1D攜手反對惡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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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位民主派議員認為 今次在立法會舉行研討會意義重大 令到其他人可以看到在議會裏面 一些議員對於活摘器官 或者是用刑事犯或死刑犯器官的分門 九成的非法器官採摘是在大陸進行的 以及甚至在官方的許可之下 是政策的部分 這是非常殘忍和反人道的罪行 你也知道這些罪行發生在很多良心犯 包括法輪功的學員身上 醫生反對強制摘取器官組織 亞洲區法律顧問朱婉琪律師建議 香港議員可效仿臺灣在議會提出 譴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議案 李卓人議員表示會考慮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